大家好,各位朋友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绝对能把你从椅子上惊得跳起来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名字,上帝粒子 乍一听,这名字是不是特别像那种好莱坞大片里的神秘能量 或者是某个宗教团体搞出来的玄学概念 甚至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科学家终于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但我告诉你们,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真相 不仅跟宗教没有半毛钱关系 反而是现代物理学最硬核,最烧脑 甚至是最让人感到几倍发凉的发现 这东西的正式名称叫做西格斯波瑟子 它是我们理解这个宇宙为什么存在的关键钥匙 更可怕的是,随着科学家对它研究的越深入 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推论逐渐浮出水面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宇宙,这片星空 甚至是你我现在坐着的地方,可能根本就不稳定 它随时可能像一个巨大的肥皂泡一样,在瞬间彻底崩塌 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 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2年的7月4日 地点是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IRN的总部 那天的气氛怎么形容呢? 就像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都在等待一场关乎人类命运的判决 大理堂里挤满了物理学家 甚至很多人是彻夜排队才抢到了进去的资格 而在台下最显眼的位置,坐着一位80多岁的老人 他叫彼得·西格斯,一位苏格兰的理论物理学家 当台上的负责人宣布 他们终于在大型强制对撞机的数据中 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例子时 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差点把屋顶掀翻 镜头转到彼得·西格斯身上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拿出手帕 摘下眼镜,在那抹眼泪 他颤抖着说 我真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一天 为什么他会哭 因为为了这一刻,他等了整整48年 早在1964年,那时候他还很年轻 他在一篇论文里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假设 宇宙中应该充满了一种看不见的场 正是这个场赋予了万物质量 但是在当时,这个理论太超前了 甚至被很多主流刊物巨稿 有人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有人觉得这根本无法验证 他在冷板凳上做了半个世纪 直到人类终于造出了那个被称为末日机器的超级对撞机 才证明了他是对的 好,那么问题来了 这东西为什么叫上帝粒子 这个名字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 甚至可以说是个商业营销的恶作剧 这得归功于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莱德曼 他在写一本关于这个粒子的科普书时 原本想把书名定为该死的粒子 The goddamn particle 为什么叫该死 因为这玩意儿太难找了 它不仅极其稀有 而且寿命极短 就像个幽灵一样 把物理学家折磨得死去活来 但是呢 出版商一听 觉得该死的粒子这名字太粗俗了 不好卖 灵机一动 把damn给去掉了 变成了上帝粒子 The god particle 这下好了 书大卖 媒体疯狂转载 但这名字把物理学家们气得够呛 因为这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搞神学 而不是在搞科学 但不得不承认 这个名字确实霸气 它暗示了这种粒子 在这个宇宙中的地位至高无上 那么 这个粒子到底有什么用 为什么说没有它就没有我们 这就得从宇宙大爆炸说起了 我们想象一下 138亿年前 宇宙刚诞生那一瞬间 温度高得离谱 所有东西都是一锅混沌的能量汤 那时候 所有的基本粒子 比如电子 夸克 它们全都在以光速疯狂飞奔 重点来了 在那一刻 这些粒子是没有质量的 你没听错 它们就像光子一样 体重为零 如果宇宙一直保持那个状态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 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因为没有质量 电子就无法被原子核捕获 原子就无法形成 没有原子 就没有分子 没有气体 没有恒星 没有行星 更不可能有生命 当然也就没有在屏幕前看这个内容的你 但是 就在大爆炸发生后的极短一瞬间 大概是万亿分之一秒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宇宙冷却了下来 一种神秘的场突然凝结了出来 填满了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场就是西格斯场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充满了整个宇宙的巨型唐江池 或者宇宙海洋 所有的粒子都必须在这个海洋里游泳 这里有个特别经典的通俗解释 我们用台湾大家都熟悉的场景来打个比方 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挤满了人的鸡尾酒晚会 在这个房间里的人 就是西格斯场 这时候 如果一个默默无闻的服务生走进去 他可以非常轻松地穿过人群 没人理他 他走得飞快 这就好比是光子 他不跟西格斯场发生反应 所以他没有质量 永远以光速飞行 但是 如果这时候 周杰伦或者是蔡依林走进来了 会发生什么 所有人都会围上去 要签名 要合影 把他团团围住 这位大明星想要穿过房间 就变得非常困难 每走一步 都感觉身上挂满了人 步履围艰 这种阻力 这种难走的感觉 在物理学上就表现为质量 听懂了吗 质量并不是物质天生就有的属性 而是物质在西格斯场中游泳时受到的阻力 电子之所以有质量 是因为它在这个场里比较受欢迎 夸克之所以更重 是因为它更受欢迎 而西格斯粒子 就是这个场受到扰动时激发出的一朵浪花 如果你能从这个场里敲下一块碎片 那这个碎片就是西格斯玻色子 为了找到这块碎片 人类付出的代价 是惊人的 这就得聊聊那个位于瑞士和法国边境地下100米深处的庞然大物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这绝对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复杂的机器 没有之一 它的主体是一个周长27公里的环形隧道 你知道这玩意儿有多贵吗 造价超过100亿美元 这还没算每年的运行费和电费 它的工作原理简单粗暴 把两树质子加速到光速的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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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然后让它们在四个探测点迎头相撞 那个撞机的瞬间 能量密度高的吓人 相当于重现了宇宙大爆炸刚开始的状态 为了维持这个机器运转 科学家必须用液态氦 把磁铁冷却到零下271.3摄氏度 这比外太空还要冷 就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中 两树质子对撞 瞬间产生几亿次碰撞 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会有极小的概率 大概是十亿分之一的概率 撞出一个希格斯粒子 而这个粒子一旦出现 它会立刻衰变 消失得无影无踪 存在时间只有10的-22次方秒 科学家根本看不到它 只能通过它爆炸后留下的残骸 像福尔摩斯破案一样 倒推它曾经存在过 这就是为什么2012年的发现 那么震撼 这简直就是在稻草堆里找一根针 而这根针还只存在了一瞬间 但是故事到这里 仅仅是个开始 科学家在庆祝完之后 看着手里的数据 脸色开始变得凝重了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 甚至可以说让人被急发凉的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 希格斯粒子的质量 大概是125 即电子伏特GEV 你可能会问 这数字有啥特别的 问题大了 根据量子力学的理论计算 希格斯粒子的质量 应该受到虚粒子的影响 变得非常非常重 重到不可思议才对 但实际上 它却轻得离谱 这就像是你把一块巨大的石头 放在一张薄薄的纸上 按理说 纸应该破掉 石头应该掉下去 但那块石头 居然稳稳地悬浮在半空中 而且 它的重量刚刚好 既没有把纸压破 也没有飞走 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上 叫精细调节问题 这就像是你去买彩票 连续一万次都中了头奖 你会觉得这是运气吗 绝对不会 你会觉得这机器有问题 或者是有人在作弊 希格斯粒子的质量 就在这样一个极其微妙的 灵界点上 如果它再轻一点 我们的宇宙就会变得不稳定 如果它再重一点 宇宙的演化就会完全不同 它就那样死死地卡在边缘上 这就引出了那个最恐怖的推论 真空衰变 Vacuum Decay 我们来通俗地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大家通常认为 真空就是空无一物 是能量最低最稳定的状态 就像一个球滚到了山谷的最底部 它就停那儿不动了 很安全 但是 希格斯粒子的测量数据 暗示 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 可能并不是处于真正的山谷底部 而是 卡在了半山腰的一个小坑里 这种状态 物理学上叫 亚稳态 想象一下 你睡觉的时候 天花板上吊着一把利剑 但这把剑 是用一根很细的头发丝系着的 它看起来很稳 几亿年都没掉下来 但是 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或者某种未知的量子扰动 这根头发丝 可能会突然断掉 如果希格斯厂发生了相变 也就是说 它突然决定从半山腰的小坑里滚下去 滚到真正的谷底 那会发生什么 这就像是把一滴墨水滴进清水里 只不过这滴墨水是一个真真空气泡 这个气泡一旦出现 它会以光速向四面八方膨胀 注意 是光速 这意味着你根本无法预警 你不可能看到它过来 因为光还没传到你眼睛里 你就已经没了 在这个气泡膨胀经过的地方 所有的物理定律会被瞬间重写 基本粒子的质量会改变 化学反应的规则会改变 原子会解体 也就是说 这个气泡所到之处 万物湮灭 连原子结构都保不住 更别说生命了 我们现在的宇宙 会像被橡皮擦擦掉一样 瞬间变成另一幅 完全陌生的图景 这听起来是不是像科幻恐怖片 但这是目前基于标准模型 和希格斯粒子数据 得出的一个严肃的科学假设 当然 大家先别慌着去买末日保险 科学家计算过 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 虽然理论上存在 但可能需要的时间 比宇宙现在的年龄 还要长无数倍 也就是说 它可能在明天发生 也可能在 10的100次方年之后才发生 但是 这种不确定性本身 就足以让很多物理学家 感到不安了 这就像是 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 随时可能塌陷的薄冰上 只不过 这块冰非常非常厚 暂时还撑得住 而且 希格斯粒子的发现 还带出了另一个巨大的谜团 暗物质 我们知道 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东西 星星 星系 尘埃 你 我 手机 电脑 加起来 只占宇宙总质量的5% 剩下的95%是什么 是暗物质和暗能量 我们完全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现在有一种非常前沿的理论认为 希格斯波瑟子 可能是通往黑暗世界的门户 因为希格斯厂赋予了普通物质质量 那它是不是也跟暗物质有某种互动 也许暗物质之所以有引力 就是因为它也在跟希格斯厂发生某种我们还不知道的纠缠 甚至会不会存在一种暗希格斯粒子 它是专门负责给暗物质赋予质量的 如果我们能通过希格斯粒子这个窗口窥探到暗物质的世界 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科学突破 比发现新大陆还要震撼一万倍 说到这里 我们必须聊聊这个发现对人类文明的意义 很多人会问 花了几百亿美元 挖那么大的洞 就为了找一个瞬间消失的例子 还要冒着发现宇宙可能崩塌的风险 这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啥用 能当饭吃吗 能让房价跌一点吗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但是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 150年前 当法拉第在研究电磁感应的时候 也有官员问他 这东西有什么用 法拉第回答说 先生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但也许有一天你会对它收税 后来电磁学成了现代文明的基石 没有它就没有电灯 没有电话 没有互联网 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一切 都来源于那个当年 看起来毫无用处的线圈实验 希格斯粒子的发现也是一样 为了建造LHC 科学家们被逼着开发出了最顶尖的技术 举个最直接的例子 万维网 World Wide Web 也就是我们现在每天上的互联网 它是在哪里发明的 就是在Turn 是当年的科学家 为了方便全球的物理学家 分享对撞机的数据 才发明了这种超链接技术 如果没有这种对基础科学的极致追求 我们今天可能连WiFi都没有 更重要的是 这代表了人类认知的一种极致 试想一下 我们人类 这种生活在银河系偏远角落 一颗蓝色小尘埃上的直立行走猿猴 居然能够凭着大脑里的数学公式 预测出宇宙在大爆炸之后 十亿分之一秒发生的事情 并且还能造出巨大的机器去验证它 这本身就是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浪漫和英雄主义 现在虽然我们找到了希格斯粒子 但物理学并没有因此而完结 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危机 因为按照道理 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粒子 伴随着希格斯粒子出现 比如超对称粒子 但我们在LHC里找了这么多年 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这让很多物理学家开始怀疑 我们是不是从根本上就理解错了 也许标准模型并不是终极真理 也许在希格斯粒子的背后 还隐藏着更深层更诡异的宇宙结构 甚至有人提出 我们的宇宙可能是多重宇宙中的一个 也许在其他的宇宙里 希格斯粒子的质量不一样 物理定律也不一样 但在那些宇宙里 原子无法形成 所以没有生命去观察它们 而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宇宙的参数如此精细 如此恰到好处 纯粹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宇宙里 才演化出了我们这样能思考的大脑 这就是著名的人则原理 这听起来有点像废话 但也许是目前唯一的解释 今天的物理学正处在一个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期 希格斯粒子就像是我们在黑暗的屋子里摸到的一把钥匙 我们知道它能打开一扇门 但我们还不知道门后面是天堂还是深渊 那个关于宇宙崩塌的预言 虽然听起来恐怖 但它也提醒着我们 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不能丢 我们以为我们掌握了真理 但也许我们只是刚刚在真理的海边 捡起了一块比较漂亮的贝壳 最后 我想说的是 不要因为宇宙可能崩塌而感到虚无 相反 正因为宇宙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 看似不稳定却又奇迹般存在的状态 我们的生命才显得如此珍贵 想想看 无数个巧合叠加在一起 才有了现在的你 希格斯场给了你质量 引力把你固定在地球上 电磁力让你的原子不会散架 这一切的精密配合 简直就像是一场宏大的交响乐 而我们每个人 都是这乐章中独一无二的音符 这期关于上帝粒子的故事 我们就聊到这里 这个话题真的很深 也很有意思 如果你们对其中的某个细节 比如多重宇宙 或者是那个恐怖的真空衰变感兴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可以专门再开一期深挖 别忘了 科学的尽头不是冷冰冰的公式 而是对这个世界无尽的好奇心 保持好奇 我们下期再见